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何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脊髓损伤 颈椎怎么练习翘轮 我是脊髓损伤 颈椎五六七受伤 我的手指是完全不能动的 没有抓握能力 通过一路的练习 颈椎也是可以很好地掌握翘轮技巧 它能够帮助你顺利地通过一些小卡 陡坡或者小台阶这样的小障碍 走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前几天有一位颈椎受伤的朋友 看过我一些户外的视频 他想让我拍一些颈椎练习翘轮的视频 翘轮有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重心的设定 重心呢 我们拿这个轮椅来展示 重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轮的中心与车架的前后关系 现在这个轮椅的重心在这个位置 好 重心越靠后 轮椅就越难翘起来 当然它转向也就越不灵活 转弯半径也会很大 重心越靠前 它就越容易翘轮 很容易就翘起来 然后转弯半径也会很小 转弯也很灵活 缺点就是容易后翻 重心越靠后 它就越不容易后翻 重心越靠前就越容易后翻 这个重心呢 大部分的低端轮椅它是不能调的 一般中高端轮椅它都是可以调节重心的 它就可以前后调节 还和你的一些车架的长度 还有靠背的角度 还有后面挂尾挂背包 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附加条件我们先不说 就说重心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它重心的设定问题 第二点就是推圈套 因为我们的手指不能抓握 所以必须依靠推圈套 用手掌来摩擦推圈套来控制能移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手掌控制能移是很灵活的 第三点 练习方法和找到平衡点 无论你用什么能移 我们先检测一下你重心 刹车刹车 后面要有个人保护 再往后顶腰 如果很容易就抬起来 说明你的重心设定很方便你练习 如果不能抬起来 说明你的重心设定不方便你练习 那么不方便练习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往后退着 来让它翘起来 手的位置你一定要站前面一点 不要站后面 前面比较好控制 退 轻轻的推 就翘起来了 退 轻轻的推 就翘起来了 如果你感觉要翻了 你就往后拉 如果你感觉不够高 你就往前推 这样反复的前后这样练习 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还有我们要让它更稳定 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腰往前拉 我的腰也没有力量 那么用手臂的力量来拉 手掌扶好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用手臂拉 它就翘着高了 就这样 反复练习 这就是第三个分法 最后总结一下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轮椅的选择和重心的设定 这是一个基础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推圈套 这样我们颈椎手不能抓握 才好掌控能力 第三点就是反复的练习 在有人保护的前例下 反复的练习 最终你就能够达到顺利的翘轮或障碍 谢谢